就是他把他的療法跟那个葛森医师的療法做结合 所以我要讲的基本上就只有简单的几样 他的故事呢他你知道座令内的 就是不是被诉讼 就是被关到建议里面 下一张 所以这是他建立的全系统性的治疗方法 下一张 他最主要是去除所有的病因像牙齿的 讲到牙齿 请在座的牙医师起礼 龙医师 朱医师 王医师 黄医师 徐医师呢 徐满翔医师呢 今天在座大概有至少七八位我知道的牙医师 请坐下 谢谢 这也是我回来台湾呢 在过去七到九年的时候 师傅在建立的牙医系统 我们不是什么联盟 只是一个策略联盟 请他们开始可以清除这些牙齿的病灶 另外就是他的治疗 就治疗刺激性的伤害 然后第三个就是增加抗体的 美丽利 然后我要再到台湾再介绍 这个其实是中医 虽然是德国 德国所有的医学院都教短校麻醉疗法 这是你有伤疤的地方 那些伤疤其实都把经络阻挡住了 所以你们发现只要打通 有很多这些症状就会消失 甚至疼痛 最疼痛的东西数秒钟之内就会消失 这是他们无意中发现的下一张 然后他也用眼红外线 我们今天谈到眼红外线 我们认为是很新的 但是他在1950年代就已经开始使用了 就可以发现身体化验 化验的地方在哪里如何去除 然后牙齿 牙齿有病灶有感染的时候 跟乳癌相连结的时候 他只要把麻醉针打在这里 然后会退烧 退烧的时候 他就知道这颗有感染的牙齿 跟这个乳癌是有关联性的 但是除了治疗以外 他又可以用来做诊断 下一张 这个就是通常感染跟病灶 病灶跟肿瘤的部位是会同侧的 他不会是从这边跑到这边 这边跑到对面边下一张 所以根管治疗牙齿 就是也都是持久的病灶下一张 那当然布莱的系统 他们用一滴血 其实有几派的这些派别 不过我也跟王医师深聊过一些 他们因为病人的数量很多的时候 有看到很多不同的这些状态 不管是红墨血或者一滴血 这些都是一种怎样 追踪跟诊治的工具 下一张 都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说 病人到底他们的身体状况是如何 那很早即时到今天的时候 你有会看到在网路上有些言论 就是末期的癌症病人的话 百分之97、98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 就是口腔里面有坏死的牙齿 下一张 所以正统医学也开始在讲这些感染 因为有些细菌他都没有办法培养 但是这些其实都是潜伏性的感染口腔病灶 扁桃腺的病灶 这些都是下一张 另外还有很多自癌的因子 我告诉各位美国的癌症率 还有其他的慢性病一定会增高 因为美国的电力公司现在都在家庭里面装置一个 叫做Smart Gadget 这个就是要测试你使用电的方式 你在哪个时间使用他们在收集这个数据 但是为什么会让病人致命呢 因为他每六秒钟就送出一个微波的信号 等于每一个人的家庭都变成什么 基地台 了解了吗 所以呢 我最后面要讲到美国整个医学大师呢 他把很多病人给治好了 结果在过去的这一两年里面 他发现他的病人有些好的大概在一年内都挂掉了 为什么发现的就是他们家被装了Smart Gadget 那电视波的信息就是每六秒钟送 然后他们去追查 结果发现开始病情在恶化的时候 都是因为那一个设施被移植进去家庭里面下一张 所以我的书就讲很多这些致命的环境因素 下一张 那自己的损伤的治疗 臭氧啊 紫外线造色 台湾也有很多 另外其实也是有脑中枢神经 智力神经的这些平衡 然后温热疗滑 血润补充那当然是很重要 下一张 所以身体肌肉很容易有负面的影响 日本现在也是非常注重这些温热疗法下一张 当然德国也都很多 所以泡澡他们非常提倡 而不是充裕下一张 我一直提倡桑纳欲 因为它是从皮肤排毒 皮肤排毒可以排出来 大量的汗里面 甚至排到油脂的时候 你可以排到脂溶性的那些环境读书 下一张 然后你再看有些病人 癌症甚至末期的病人 不治而遇大概有四分之三的病人 在病疫之前会有发高烧的现象 所以为什么在德国今天 温热疗滑非常非常不便 但是在美国还是不太不便 所以不要每次都是看美国有什么东西 欧洲也要看一下 上一张 好 再下一张 所以其实很多取代疗法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讲说吃肝五肝 这些什么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有它的重要性的 下一张 还有你会看到中西的这些医师 不管是西医中医 自然医学医师 发现长期慢性病者 最主要慢慢的都发现什么 他们的肠胃道都不好 所以刘太医在明朝的时候 用连体做实验 他是用死刑犯做实验 他都证实 这些病人只要肠胃道坏 然后他都可以让他们制造乳 各式各样的这些疾病 然后他会找到治疗的方法 他治疗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把他们的肠胃道给养好 所以你会发现 酵素疗法这些东西 现在又非常普遍 因为现代人生活便利 吃了很多这些食物 我们都知道 最近的这些食安风暴 你可以看到过去两年 我已经讲了好几年 另外我要介绍一下 有没有医师自己在种菜的 有几个 那你有个 李医师请站起来 李医师就是秀明自然农法的 他们家 全家人都是在种菜的 谢谢请坐 自然农法 就是你会发现 我从有机一直吃的时候 吃到最后我只吃自然农法 自然农法吃不到我就吃野菜 真的我也是怪咖 你会知道 所以肠胃道就是因为 我们吃了很多这些假食物 还有什么 加工的食物 造成肠胃道的 过度复合 像下一章 所以呢 以色式意识 第四道才是美丽 他说单独使用 他的成功力并不凝理想 所以要有其他的支持 因素 下一章 所以有些支持因素 肝脏结力组织的排毒效率 必须要加以提升 所以你皮肤大肠 还有肾脏膀胀 这些都必须让他们 管道畅通 下一章 另外德国同体学 其实他在讲的 都是在讲排毒 还有整个疾病 跟修复的过程 所以要去除毒性 或把同列的毒素排出 这是治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下一章 然后呢 我特别提出来 这一个是因为 我们跟德国很像 吃很多猪肉 假如你病的时候呢 不要吃猪肉 另外一个就 不要吃坚果 猪肉里面有特别的毒素 坚果容易长霉 所以当你有癌症的时候 特别去忌口 这些东西 不过你假如真的要吃坚果的话 你要必须加以处理 把这些黴菌 什么去除的时候 对你的帮助会比较大 另外 以色施医师很早就碰到葛森医师 但是葛森医师呢 1959年就过世了 所以他们两个没有合作的机会 下一章 我要讲的食物啊 就是有凝极素的凝极素 凝极素是一种多糖比 我之所以要提出来凝极素是因为 我知道 台湾很多医师现在都有在做慢性食物过敏 但是凝极素的是很少去提出 这是第四型的食物过敏 坚果及豆类是最常造成凝极素的问题 在一滴血上下面可以看到就是 这些血球通通凝结在一起 所以啊 很早原始部落的时候要吃这些东西 都会用浸泡催芽及发酵的方式 把这些凝极素的因素 或多或少综合掉下一章 我要讲一下葛森医师 我们今天在场的也有 把自己用葛森疗法给治愈的 他虽然不是癌症病人 但是他是IT产业的 IT产业的就是怎样 过劳 所以他发现他脑部幾乎有钙硬化 但是做葛森疗法的时候怎样 自己的体重减重了 然后都没有副作用 瑞 请站起来一下 我今天不是在讲演讲 我今天其实是庆祝啊 我们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 他就是用葛森疗法 就是你知道的喝蔬果汁啊 咖啡灌肠啊 还有其他的方式啊 把自己给疗愈好的 请坐下 那他的贡献还不只是这样子 他带领台湾很多这些 癌症病人做葛森疗法 还有最重要的他是IT产业 我把SF36病人的疗效 疗效研究的 还有连用的病人的满意都丢给他 他已经做成APP了 意思是说什么 我们今天连政府都不需要 我们可以自己来做调查研究 不需要政府 只要有云端 所有数据进去 每一个人都输入一个病人的数据点 100个医师 100个点 就有100个 这100个再出来的时候 就会支持你那一点 我们还需要谁 网络就是要退换 所有这些不良政府的最佳工具 我叫自由基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C